我热爱工艺 六年的工艺路让我由一张嘴两头腿 发展到有过万人 参加过我设计组织的工艺慈善活动 如果想成为一个全职工艺人 会有很多要求 我认为我个人的自然条件与工作能力 非常适合做一个全职工艺人 如果您也有一颗工艺心 欢迎与我同行 王熙女49岁辽宁人机械厂绩校毕业 汇图专业 大家好 主持人好 你好 我叫王熙 是一名兼职工艺人 还是一个思维跳跃 快言快语的这么 一个家庭主妇 六年的工艺之路 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一句话 物质的满足是一时的 精神的快乐是一世的 我非常渴望登上非你莫属的舞台 与大家分享我六年的工艺之路 今天为我留灯的老板 我一定努力让企业的每一份慈善基金 师出有名 落地有声 谢谢大家 主持人好 你刚才说你是个家庭主妇 对对对 但是曾经在工作当中也经常做工艺 我做了六年 六年 你能不能说说你第一次接触工艺 是因为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因为我是全职家庭主妇 在家待着 我妹妹的孩子叫王小胖 他就非得要去农村一日游 我带他去了一趟农村 我才发现农村不像我们想的那样 我在腐顺 腐顺的城市不是贫困城市 特地学校还是背着才会去上学的学校 我还是一个致命不凡的人 我就觉得我有能力去改变这些 但是也没改变 但是我就是经过六年的时间 俯顺现在所有的村小 就是我已经全汤一遍了 就是我建了三十多种村小的图书室 你建了 我就是整合调动社会资源 当然我不捐钱 我做工艺 我不像他们要捐钱 我不捐钱 我一分钱不捐 捐钱不捐钱倒是不重要 出力出钱都一样 但你为什么那么强调 我不赚钱 因为我觉得做工艺不应该说的 我要捐捐的我生活费 这样是不符合工艺宗旨的 对对 要量力而出嘛 对 就是我捐的时间和精力 那你在这六年的过程当中 说说你做这个工艺的 你内心的感受是什么 快乐 快乐 你跟我们说一下怎么个快乐法 让我们感受一下 因为有二百多个孩子 通过我的手 拿到了自助款 我15年到福岁市慈善 我就在组慈善一共 因为只有我一个 就是在那兼职做的 我是兼职 我有八支队伍 三支活跃的 我现在已经32支队伍了 有二十多支活跃的 你挺忙的 那你还来应庭 这个吧 就是也是今年 一说就是我个人的原因 你怎么了 就是我在那做兼职 一个月就给我八百块钱 四十多天前我父亲去世了 就是原来吧 母亲家父亲家起码 有六千多块钱收入 所以我们不用我们的 父亲去世了之后 母亲就剩两天多块钱了 我是要补贴她的 以前做仙人没关系 现在妈妈需要你 对 我不能拿老公的钱去补贴两件 要补也要商量 不是自己能挣钱的 我有这个能力 我就觉得各位老板一定有需要我的企业 因为我个人能力在这房子 所以他其实今天王姐是提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说做公益的人 做着做着 做得自己很苦 活得很憋屈 就不能鼓励别人说 我也要来干这事 你看他都做成那样了 你看 全都贴进去了 苦兮兮的 那我干嘛还去做呢 做公益应该是快乐的 良性循环的 才能鼓励更多的人进来做 是吧 江莹 你说说你的感受 对 而且我也其实特别想跟大家普及一下 在公益这个领域 其实分成很多不一样的这种组织 比如说像我所在的中华儿子会 其实我们所说的是这种 民政部下属的国家级基金会 那对于我们而言 其实这个 我们的很多的这个 我们所说的从业者 就是您所理解的叫职业工艺人 我们也要挣工资 我们也是自己养活自己 我也不用我老公养活 我自己能养活我自己的生活 同时我也能实现我自己的理想 去帮助更多的孩子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这种工艺行业 但是也还有一些其他的 有一些呢 其实就像可能各位老板的这些企业 都会有的叫CSR部门 就是企业社会责任部门 那它是帮着一个企业 在履行社会责任 所做的一些专业的工作 那还有一类型的 可能就是您所 这六年所在的这种工艺组织 他们可能是在地方 正在做一些一线的工艺活动 那他们可能不能 并不能给出很好的这个工资 可能您所说的这个800块 可能是一些志愿者的补贴 那这些组织 其实他们都在一线 做这个很好的这个事情 可能您所在的这六年 我所理解的应该是在这类型的组织 那我再把问题直接一点 工艺能不能成为 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问题 我认为工艺一定会成为 非常好的一个行业 同时能养家糊口 我们就特别是 我们的那个理事长在说 他每天的努力 就是希望能给工艺人 一份有尊严的生活 就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这个情况乐观吗 我觉得现在已经在 每年都会逐步上涨 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组织 其实我刚来 我是做了十年工艺 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刚刚在做工艺的时候 也跟这位大姐的经历很像 当时是我老公养着我做工艺 我还得捐点钱 虽然不会捐很多的钱 当时是在一个国际的NGO 然后又进入了一个草根组织 我们所说的是一个地方性的 这种草根组织 当时那两个地方 基本上收入都是跟您差不多的 几百块钱的这个志愿者补贴 但是我在2010年的时候 非常幸运地找到了 我现在的这家工艺组织 中华儿子会 那我刚刚入职的时候 其实也只是三千块钱 因为那会儿 我们的组织也刚刚成立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 我们组织到目前为止 其实已经累积了 大概有十一亿多的上款 甚至十二亿的上款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 已经能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提供真的有尊严的生活 同时让他们慢慢地 逐步地成为职业的工艺人 同时没有这个生活的后顾之忧 这太好了 谢谢 来 杨叔 像慈善跟工艺是两回事 慈善是帮助弱势群体的 帮扶 工艺是让这个社会 更美好和更公正 四十岁之前 跟四十岁之后 做工艺不一样 其实在比上升 不管是学历 影响力 四十岁之后 其实比下降 也包括自己的身体 血糖 血脂 都在比下降 那您就越来越开始 就聚焦于一个单纯 就是哪一个单点 是您做工艺 最有心得和最强的 而不是说我一腔热血 然后我特别诚意 最擅长的 我最擅长的就是助学 因为已经有两百多个孩子 通过我的手拿到助学金了 这样我实际入户 已经超过了五百户 王大姐 我问你个问题 就是您知道 就是很多的家庭妇女 她是面临四零五零的问题 到这个时候 上游老下游小 而且有些收入呢 也入不敷出 那么他们的就业过程里面 其实也需要帮助 那么您有这样的心愿 去帮助那些 可能下岗的 或者家庭妇女 去重新就业吗 我倾向于 那个助学这一块 倾向于孩子这一块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快乐是希望 对 你为什么觉得那个 就没有希望 我虽然不是老师 我也想逃离满天下 他能够满足于 这种精神价值感 那么你今天来面试的 就是与公益无关的 一概不去 因为我已经五十岁了 而且一定要在沈阳 对 这个公益专员和公益项目负责人 对对对 你要求薪资多少 五千 五千 最低薪酬 对 好 来第一轮选择去货率 还有四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博物 天生博物才准备了什么吗 王杰 那个实际我是特别欢迎大家来提问 今天我之所以走上这舞台 我就觉得以前吧 我看过几期就公益 说做公益的人来求职 好多人不是真正的公益 我觉得我应该算 就是说 你觉得哪些人不是真正的公益 就像那个说的 我挣八千 我要捐多钱 我要挣多钱 我要捐多钱 那种是不是真正的公益 为什么呢 因为真正的公益 你有一颗那个敏感柔软的心 因为看见了就不能不管 对对对 其实我们阿里人经常说一句话 说慈善很容易 慈善可能就是捐款 但是公益不一样 对 公益是要看你唤醒多少人的爱心 对 那么我觉得您矛盾的点就是在于 一方面你想搭建平台 唤醒很多人的爱心 对吧 另外一方面呢 你又想这个爱心就聚焦到 这些孩子身上 这个中间可能是需要有一些权衡的 我觉得说的非常对 这个我觉得做任何事业 公益也是事业 对 都可能会有一些牺牲 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公益企业 比如说我们给你的待遇不比任何 你去商业企业低 但是矛盾出来了 可能你要在河北跑去布点 还要去回访 那你那二百多个孩子 还是你照顾不到啊 所以我选择辽宁吗 我选择谁啊 你选择在那儿 但是你拿了一个公益企业的钱 满足了你的生活状况 或满足了你的这个职位需求 但是呢 你又不能为这个企业正常处理 因为你还要照顾 那些孩子这个矛盾 你又怎么解决 我想就是 布点的同时 各个省都要布点 我可以在辽宁布点 因为在辽宁 我是接受出差的 这一群人 谁刚好在辽宁 有这么个岗位给你啊 所以反过来 你这样会把大家绑架住的 这件事是我确实很犹豫 因为这些孩子 跟他们承诺过 我觉得人要一诺千金 所以造成我就会 我会继续跟踪他 这也是我选择工作单位 在谁上的原因 第二轮选择去后来 还有两盏灯 我们直接进入 谈情不善感情 来 两位有请 请下你们的薪酬 然后再说你们给的岗位 请揭晓 来 段总 您先说一下您的岗位 58给你听岗位 是58到家在沈阳的 家政经纪人的角色 主要是帮助 下岗就业的 重新就业的这个妇女呢 能够去找到 这个家政服务的工作 我觉得您的这个人脉资源 社会资源 以及您的爱心 都可以帮助这些人 能够重新就业 我们这边提供的岗位 是这个在北京的 这个项目负责人 这边其实可以把您变化 成一个非常职业的工艺人 其实就是在基金会里面 从事工艺项目的这种工作 但是我们可以在 比如说有些项目 是在沈阳去操作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因为我们的总部 还是在北京 所以您的所有的这些 工作内容 其实还是以在北京为主 然后我们给到的 这个工资 也可以是5000 这薪酬已经满意了 对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你关心的 段总这边 对 就是你这个5000没有家 我就想问 应该是有家的 有家的 我忘了 还有车号的 是的 而我们的经纪人 做得好的话 那个收入非常高 还有问题吗 没有的 考虑10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五八同城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 救助基金会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五八 去 不错 我只选择沈阳的 所以老板既然给我 提供了沈阳位置 我也来到这个舞台 我就一定会选择 沈阳的这个职位